战时可能听不到拜登开骂川普的暴怒画面 因为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 原定在美国时间10月15号举行的第二场辩论 不办了 川普对于因为他染疫改成视讯辩论方式的提案不满 双方瞧不拢宣告破局 但他人在白宫座却关不住急着想付出的心 他预计10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首场公开活动 下周一再到佛州办大行造势 一场9月26号在玫瑰花园举办的大法官提名会 让白宫变成病毒温床 川普8号接受福斯新闻电话访问 谈话多次被自己打断 一下亲喉咙 一下又疑似 卡弹停顿 甚至不断咳嗽 总统真实的健康状况 备受质疑 但被迫隔离 闷得发慌的川普 9号接受广播电台节目访问 已经可以大聊特聊 两个小时 现在又急着露脸拼选举 但万一川普突然出现像这样的惊天一壳 不戴口罩飞沫乱喷的结果 恐怕会再一次让白宫陷入更大的病毒危机 三天新闻陈思伟报道